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好 先说一说医管局现实的情况 医管局目前有1995名的确诊病人留医 当中300人是新增的确诊病人 需要入住隔离设施的有524人在隔离病房 170人在二线的病房 614人在北大宇山医院香港感染中心 里头237是新增的确诊病人 昨天新城报8人是情况危呆 8人是情况严重 现实留医的确诊病人里头 一共有43人是危呆 还有30人是情况严重的 其中11个危呆的病人正在接受深切治疗 在去世的病例里头 新城报了三例 三位都是男性 年龄是接乎65到81岁 他们三人都是住在家里头的 三人都是没有注射疫苗的记录 就是连一击也没有注射 我们重复的提醒各位 打疫苗对于感染新冠之后 变成重症或者是死亡 是非常有用的 有帮助的 我们看见今天三位去世的都没有注射疫苗 注射了疫苗比起 没有注射疫苗的病人 比起注射了三针的 相差是60多倍 所以是差别很大的 所以让我呼吁一下 各位市民如果是长着或者是有长期 长期病患的利润癌症的 快点展开这个疫苗的注射 如果打了一针的话 快点注射第二第三 甚至是第四针 让我简单接受一下三位病人的资料 首先是一位66岁的男病人 他刚才说了 他没有注射疫苗的记录 他患了肺癌 已经扩散到脑部还有淋巴 他正在接受化疗 也是个乙型肝炎的带菌者 翻查他的记录 7月26号 他到我们的联合医院的急诊室 当时他已经发热一个星期 咳嗽有痰 而且他的呼吸也不是很畅顺 当时为他进行一个核酸测试 他的CT值是19到20 肺部的X光也看见右边的肺部是很多阴影 他就是进了内科的病房 我们开出了瑞德西韦 就是静脉注射的药物 看见他的病毒量有所下降 到8月9号CT值去升到33 8月10号他的情况也相当稳定的 没有发热 然后他出院了 但是8月13号他再有咳嗽有痰 而且甚至比较混乱 他到了威尔斯亲王的医院的急诊室 发现他有肺积水 就是把他收治了 他的核酸的CT值是高的31 就是病毒量并不高 但是他肺癌的情况是这样 而且他的肺积水大概是跟肺癌有关系 所以研制昨天不幸去世了 我们看看这个病人 他发热一个星期也没有看医生 幸好我们就是见他 当我们的急诊室来的时候 就是开出瑞德西韦 这个病毒也受到控制 我们呼吁各位市民 如果是感染了60岁以上 有没有病症 也必须进化看大夫 拿我们的口服药 就是减低 就是重症死亡入院的风险 这个病人的死亡 大概就是跟他的肺癌的关系比较大的 相当大的 还有一位是65岁的男病人 也没有注射疫苗的记录 本身来说 本身来说他长期有一个肝炎的情况 而且也有一个比腌癌的病史 但是十多年前的而且进行过化疗 在8月16号他就是无法呼吸 就是差不多有一个星期这样的情况 8月10号开始他呼吸困难 到16号就是三四天前他吃的不好 身体比较热 他到我们的江军奥医院的急诊室 当时基准是为他进行快测 已经是阳性了 核酸回来就是CT值是19、20 我们及时把他收到这个内科的病房 给他开出了瑞德西尾 不幸的是20号他去世了 这个病人除了万上肝炎之外 其实也没有很多其他的病患 而且比较年轻 有两点我必须指出的 首先是疫苗的注射 他是65岁 他连一击也没有注射过 他感染之后 他变成重症死亡的风险是相当高的 而且他呼吸困难 已经一个星期 他告诉我们就是10号开始已经呼吸困难 而且胃口变得很差 已经三四天 但是却去到后期才到我们的急诊室 他是相对来说是年轻的 如果是60岁或以上 你们到我们的指定的诊所 我们也会开出这个瑞德口服药的 有些人就是相对就是比较年轻 如果觉得自己其实有一点点的呼吸困难 一点点的胃口的问题 就没有进行这个测试 其实及早测试 及早看医生的话 大概这个情况也不会变坏的这么快 最后一位是81岁的男病人 也是没有注射疫苗的记录的 他的长期的病患比较多 包括他有关心病 肾功能比较不好 前涅腺肥大最主要来说 他也患上这个肺癌 已经扩散到骨头了 他进行免疫剂治疗的 7月29号 当时病人说 他就是已经几天咳嗽 呼吸困难 他到我们的团门医院的急诊室 当时就是给他照X光 就是右边的肺部 中间的夜部 就是有点阴影 快侧已经是阳性 核酸 也是这样的CT值是16 我们把它收到肿瘤科 他进病房的时候已经发热 我们及时给他开出口服药 但是他也有别的问题 就是这个心脏的问题 这个关心病的问题 就是使他就是发生这个心肌梗塞 中间他的CT值也在上升 就是这个病毒量加以下降 可惜他身体有别的问题 就是他患有肺癌 而且也有心肌梗塞 所以引致就是昨天他这时候不幸去世 对于这位病人我们明白的 他年纪比较大 而且也患上肺癌 但也不是个原因不去注射的 究竟有没有别的原因 暂时记录上没有 我想说的是 即便你们进行免疫治疗 这个也不是不去打针的一个原因 而且呼吸困难几天了 已经好几天了 其实应该早一点去看医生的 先说一下病人康复的资料 过去一天有203名病人康复 其中包括169名的病人已经出院 另外有10名的病人已经入院筛 超过是入院的时候 呈阳性17名同房病人 并视为密切接触者 在员工方面 新增了74名的员工确诊 另外呢 多11名同事已经返回工作岗位 我的公布就那么多 现在交给欧医生 谢谢刘医生 大家好 我现在报告在昨天8月20日有关2019 冠状病毒病的最新资料 在昨天本地感染个案 共有6276宗 当中包括有2239宗 是直接经核酸确诊 另外有4037宗 是快测阳性之后经核酸确认 昨天我们录的有237宗输入性个案 当中196宗是核酸检测阳性 另外有41宗是快测阳性 在昨天刚刚刘医生的报告 有3宗的新增死亡个案 累计到现在呢 这是在第5波疫情 香港录得9392宗死亡个案 在这9392宗死亡个案当中 60到79岁的长者占了25% 而这60到79岁的死亡个案中 我们知道81%是没有接种疫苗 或只是接种了一剂的疫苗 80岁或以上的长者 占整体死亡个案的71% 而在80岁或以上的死亡个案当中 高达89%的个案是没有接种疫苗 或只是接种了一剂疫苗 在昨天的237宗输入个案中 有114宗是在机场的临时样本 收集中心的样本呈阳性 另外有65宗是在检疫酒店 或是检疫中心检疫期间 样本呈阳性 余下58宗是在社区检测中心 发现阳性当中有49宗是第4天到第7天的样本呈阳性 余下的9宗是第7天之后的样本呈阳性 这9宗个案的CT值高于30 相信是富阳的个案 输入个案 昨天的输入性个案是来自于44个国家 当中有7个国家是有超过10宗的输入个案 包括印度有38宗 英国31宗 泰国28宗 美国22宗 菲律宾16宗 加拿大13宗 以及新加坡12宗 余下的37个国家输入性个案是10宗或以下 在院设方面 昨天有6家院设有新增的个案 包括3家的安老院设 涉及一共3名院友以及1名员工 另外也有3家的残疾人士院设 一共涉及4名院友 这6家院设一共有29名的院友 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所以要需要接受检疫 这6家包括 第一家是在奎冲的安福护老院 有一名院友 第二家是在关塘的新荣护老院 也有一名的院友 跟一名员工 第三家是在东区的奇安院 护老安老院 有一名院友 阳性 还有三家是残疾人士院设 包括在屯门的新生精神康复会 屯门长期护老院 一名院友 阳性在屯门的新生精神康复会 塞马会龙社 有两名院友 阳性 最后是南区的东华三院 塞马会 整晴日监 护老中心 气日监中心 就是有一位院友 确诊 之前公布一家安老院设 因为有比较多的个案 我们就把全家院设的院友 撤离到亚伯中心检疫 在建议期间 发现多了一些个案 这家院设是在西贡 整南树 福建护老中心 有27名院友 以及5名的职员 分三层的 我们在8月14号的时候 首次接受通报 就是有一位院友 跟一位员工快策员 甚至在8月12跟8月13号的 同房的院友 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7后在8月16号 跟8月17号 经我们安排的核酸检测 我们再发现多 两名的院友核酸阳性 继而在8月18日 也有两名的职员核酸阳性 在同日 我们安排全院的院舍 撤离到亚伯中心 被列为密切接触者的院友 去了亚伯中心 有部分出现病症 入了院 有一部分 在亚伯中心的 呈阳性 涉及到13位院友 在这次的爆发中 这家院舍 一共是有16名院友 以及3名职员 呈阳性 部分的样本 经基因分析证实 对L4522是阳性 表示是BA5的病毒 在过去7天 我们一共录得有48家的院舍 是出现有个案 包括32家安老院舍 以及16家残疾人士院舍 一共是涉及90名的个案 有73涉及院友 而是22涉及职员的个案 我们近这星期也发现 接连有一些的院舍 出现一个比较大型的爆发 这些院舍 我们看得到 都是有多余一名的员工 受到影响 最初出现个案 都是员工 就是员工最先阳性 我们呼吁如果在安老院工作的职员 必须每一天做快测 以及定期做一个核酸检测 如果出现症状 一定要做一个核酸检测 要阴性才能上班 不要单纯依靠 出现病症快测阴性 那就继续上班 因为这可能有时候很早期的感染 快测未必能够检测到 在学校方面今天是假期 我们昨天都收到一家学校 报了一些新的个案 其中一班有一些聚集性的情况 我们建议这个班别暂时停课 这家是在离岛区的 太阳岛幼稚园园东冲分校 在KEC这一班21名同学 过去几天累积有3名同学 阳性 我们建议这一班暂时停课 在变异病毒株方面 在昨天公共卫生化验出座的基因分析显示 在样本中 代24522就是我们相信是BA5的百分比 再进一步上升到34.2% 较昨天的30.2%再进一步上升 而另一方面 BA.2.12.1 昨天的百分比是8.5% 跟之前差不多 我的报道就到这儿 现在是提问时间 请大家先举手 然后我同事用的 给的话筒发问 然后请先介绍自己代表的传媒机构 然后才提问题 有没有提问 右边最后一排穿黑衣服的那位女士 你好NOW TV 首先想问一下刘医生 刚刚有提到三位的死亡个案 他们都有呼吸困难 持续了一段时间都没有去求医 会不会可以说一下呼吸困难是否一开始出现呢 就马上去求医 还是会建议患者观察几天才去求医呢 另外想知道亚伯馆 因为刚刚听到说8月18日已经撤离一批院友过去 是否亚伯馆已经开始启用呢 本身医管局说会启用200张病床 是会这个星期启用 可不可以说一下到底是星期级启用 是否有足够的人手在亚伯帮忙呢 锦南树那边预计都是由一位职员引起传播 会不会说一下 因为每天职员都要做快测 也要定期做核酸 是否觉得这些检测都还没足够呢 职员可以怎么做来去保障自己跟老人家呢 谢谢 我打个心啊 让我首先回答一下 就是四共锦南树副院护老中心 8月18号我们安排了院友 就是撤离这个院设到亚伯的检疫中心 而不是治疗中心 亚伯里头有一个社会福利署营运的检疫中心 专门就是收治就是要检疫的安老院设 长期院设的院友 如果是密切接触者就是到这里头 它是个检疫中心 他们到达之后 我们的同事为他们进行核酸的检测 而且监察他们的情况 关于这个院设最先是一个护理员感染 我们就是解释一下 他上班的时候是有去戴上口罩的 8月12号早上他是离开的 前一天晚上就是上班 然后他检测是阳性 后来我们安排整个院设的院友 还有就是职员进行核酸的检测 后来就是陆续发现更多的感染个案 那么接触16号到18号出现这个感染的个案 我们看看就是最近的大型的爆发 而且也进行那个分析 很多时候就是看见就是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第一个个案是涉及一名员工的 他快测是阳性 但是由于快测他的敏感度不够高 可能就是有机会 就是特别是没有病症的员工 他快测阳性之前 可能已经有感染性传染性 所以他上班之后 可能在员工之间 或者是传给就是院友 那么在院友之间也出现这个传播 也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要预防这个情况 那么员工每天必须进行快测 除了快测之外 我们也建议他们就是定期的进行这个核酸 好让我们可以及早发现没有病征的病例 还有员工如果有病征的话 必须看医生 而且进行快测 还有核酸的检测 让我们可以找出一个早期的个案 而且找出个隐形的个案 避免走进社区里头 那么如果任何人出现不舒服的情况 包括气喘 喉咙疼 喉肝 有鼻水 有鼻涕 很疲倦 这个病征好像不是很特别 但是最好最坏的处理方法是进行一个快测 让自己找出有没有感染 而且也可以拿一个样本 凭就是进行这个核酸的检测 就是脱液的检测 最好是去看医生 医生看看有没有别的问题 就是开恰当的药物 刚才三个病人 他们有的人 有的人是有肺癌的 他本身可能 本身有一个气喘的问题 很多时候他们以为是 由于这个肺癌 就是掉以轻心 就是没去看医生 那么如果你们本身有肺部的问题 比如说慢性的肺主 如果发现就是喘气多了 而且出现这个发热 或者有其他的不舒服的情况 特别是一些不太特别的病症 胃口不好或者是很疲倦 这个可能是新冠的初期的病症 最好最好是先看医生 肺部的问题 那么其实早几波已经有这样的情况 肺部出现的问题 就是病者患重症死亡的 其中一个风险的因素 那么亚伯馆方面 我们是运作8号10号场馆的 欧医生也说了 其实有一个6号的场馆 他们是社会福利署的检疫中心 让残疾院舍 安老院舍的院友 如果是密切接触者的话 他们到那里去 我们8号10号是隔离治疗实施 为了是治疗一些已经感染的病患者 这个是个社区的隔离治疗设施 那么最近几天我们打算就是启用这个亚伯馆 人手等等已经准备好 我们已经说了 就是人手方面 我们已经有一个实名制 就是每一个联网 哪一个同事已经准备好 要下去的话 他们本身是知道的 而且有个实名制 他们知道已经获得通知 就是什么时候到这个亚伯馆去 首先是开200张病床 相对来说 他们是不需要医院的身体治疗 或者是高流量氧气治疗的 都可以到亚伯馆去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低流量的氧气机 而且也有X光的仪器 也有专职的同事 包括物理治疗师 职业治疗师也有的 亚伯德新冠治疗中心 也有中医的服务 我们希望就是可以启用这200张的病床 让医院方面就是可以有一个容量 去接受其他的新冠的病人 有没有吓到问题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边的记者 我是AM730的 刚才您提到这个锦栏树的院设 可不可以谈到这个层数员工 还有院友的接触的情况 你们说最近的个案 很多是原置这个员工的 那么第五波以来 那么保护院设的院友 还有员工方面的安排 足够不足够 是不是足够 所以爆发的情况是不太大 还有就是亚伯馆 你们说是收治一些年纪比较轻的人 但是他们需要进院的情况不多 那么刚才你们说 就是临床方面就是比较稳定的 年龄是不是也是个考虑的因素 决定就是收治哪些病人 那么西贡的锦栏树的护老院 那么首先发现的个案是个护理员 这个院设是一个比较 规模比较小的老人院 只有27名的院友 他们有三个楼层 地下一楼二楼 这个护理员就是照顾整个 阿老院设的院友 而且也跟院友有比较贴身的照顾 比如说就是替换这个尿片 8月14号 我们知道有一个院友 也是快色阳性 他住在一层的 其他的院友也住在其他的楼层 比如说地下等等 也有其他的员工也受到感染 他们是经过核酸确认的 我们发现在这个院设的爆发方面 有三名的员工 他们是外劳 他们住在宿舍里头 他们一起生活的 所以这个也可能是其中的因素 导致在这个员工之间有一个传播 那么从员工上班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院设里头传出去 就是感染其他的人 那么老人院设方面 我们发现出现个案的 无论是安老院设还是长期院设 这个个案的数字有所上升 这个是预期之内的 因为社区里头的命力多了 这个跟我们第五波 2月3月高峰的时候 就是相比就是的确现在改善多了 我们要注意的是在安老院设方面 无论是院友还是这个员工 我们知道目前比起2月3月份 就是疫苗注射的比率 就是大大提升 保护也高了 就是即便出现这个爆发 那么院友他的病征 或者是他们甚至死亡 这个风险是比2月3月份为低 可能是大部分院友已经接种疫苗了 即便是感染也不会恶化之余 要闹这个生气滞留户 或者是甚至是死亡 在这一轮的疫情方面 我们看见就是安老院设的状况 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差 第二个原因嘛 现实员工每一天必须进行快测 这个有一点点的帮助的 快测的敏感度有限 但是起码我们也知道 就是很多病例 万一就是员工感染了 就是可以早一点点发现 就是避免在院士里头 进一步的传出去 而且我们也有足够的隔离的设施 治疗的设施 跟第五波2月3月不同 很多院友当时他们必须 原职隔离原职检疫 这个不理想的 因为院设不是个 适当的隔离的检疫的地方 所以目前我们首先把有关的病例 就是以离院设进行隔离 有密切接触的院友 我们也尽量就是安排他们到亚伯去 亚伯馆在一开始启用的时候 的确接受一些行动自如 自理能力比较高的病人 当时我们就是留医院接受长者 但是随着第五波 看到社区隔离设施多了 很多这些病人 其实不需要进去医疗设施 他们有一些的社区隔离设施 已经能够做隔离 甚至能够在家隔离 结果要去医院或者是治疗的病人 以长者为主 我们现在医院大概八成的住院 新冠病人超过60岁 在亚伯馆新冠治疗中心 我们把它叫做治疗 是希望能够提供适当的治疗 给相关病人 我们预计以长者为主 因为入院的也都是长者为主 需要治疗的病人也是以长者为多 就算我们只开200张病床 比起之前一个管开两三百张床 人手也是比较多的 因为真正要去照顾长者 甚至一些卧床的老人 因此所需人手 比平常照顾那些的行动自如的病人多 下一位后面黑色衣服的那位女士 这个是ViuTV的英文问题 我想问一下西贡景南树 你说就是源自于一位员工 那么是否说每天快测这个措施不足呢 到底是怎么传染病毒给其他院友呢 医管局会对于那些有症状的病人 尤其是有呼吸困难的病人 有一些什么的呼吁呢 谢谢你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夫院护老中心 就是西贡的那一家一位的员工 可能呢就是跟一位院友呢 就是有面对面的一个接触 他呢就是在8月12日快测呈阳性之后 其他院友跟员工呢就做核酸测试的时候 也发现更多的阳性个案 这些员工其实呢住在同一个宿舍 这可能引起员工之间的爆发 我们也注意到院友确诊 他们都住在不同楼层 所以显示了应该是员工传染给院友的 最重要的就是员工一定要每天做快测 因为现在社区间有更多的传染 这些的员工住在社区 因此呢有更高风险感染到病毒 我们希望能够切断传播进去安老院 因此员工如果是在安老院工作 一定要额外注意 一定要每天做快测 万一出现什么的症状一定要做一个核酸测试 我们建议他们就是经常去做核酸检测 因为快测的敏感度没那么高 一些刚刚感染到新冠病毒的病人 可能症状很轻微 可能只是食欲不振 或者是感觉疲倦 有一些可能又说喉咙痛 或者是呼吸困难 无论症状有多轻微 请尽快做一个快测 看看是否有感染到冠状病毒 或者可以去做一个核酸测试 如果症状持续 就算是阴性的 也应该尽快求医 因为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 引起这样的症状 医生可以做一个诊断 然后处理合适的治疗 如果快测呈阳性 或核酸呈阳性 请尽快去指定诊所求医 或者可以去一些的私家医生求医 因为他们有些私家医生 也有这些口服药 或者你也可以透过预约 在HA沟上做一个预约 或打电话去热线 可以去做一个试项的诊断 那些的口服药 可以经过诊断之后 可以直接送到你家中 电话号码是1836115 谢谢 下一位 左边那位男士 两位医生你好 明报的 首先想问一下欧医生 那家院设就是西院的福院 院设是否地价有BA.5的院设 那个接种率是多少 那个重症的比例是多少 最近的个案是什么时候 18号已经撤离了院友 为什么今天才公布 现在有多少家院设是需要撤离呢 我想问刘医生 那么现在呢 从开亚伯可以接受一些长者 那是为了分流病人 还是要收更多在社区的长者病人呢 你想问一下占脱中心的问题 看到社署就会说一些社区中心呢 就会把一些转 呃 长者转卸过去 你是什么评估哪一些人是需要过去 可不可以自己要求要去占脱中心呢 谢谢你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有关服务院的情况 这家院设我们在8月14号的时候已经知道 当天其实在记者会也公布了 当时是一位院友跟一位员工受到影响 我们也安排同房的院友 列为密切接触者去接受检疫 当其实因为发现是一些个别的个案 我们就没有把整家院设的人撤离 其后我们要求员工每天连续三天做一个核算测试 同时所有的院友做一个筛查 就是用核算做筛查 其后发现多了一些个案是在核酸可以侦查到 所以8月18号的时候我们决定把全院撤离 送去亚伯中心 一般来说密切接触者送去亚伯中心 他们会在中心就像其他密切接触者一样 做一个核酸 一些人士如果有病症会送去医院再去检查 其后发现多了个案 这一宗我们相信应该不是第一家出现BA.5的院设 因为现实在社区中大概35%的个案都可能是BA.5都是带L452R的病毒 在院设的情况我们相信有类似的情况 院设很多时候最初有个案都是员工 在社区感染的时候我们相信有百分之三十几的个案都是BA.5 所以可能在院设的情况大致上都是类似 这家院设的接种率其实不是太理想 打了一针百分之八十一 打了两针百分之七十八 三针只是有百分之七十左右 我们重开亚伯馆新冠治疗中心最大的原因是我们预期在社区确诊人数有上升的趋势 如果社区确诊人数上升 我们预期需要入院的病人 尤其是长者一直会有上升的趋势 早几天我们说过了 每天我们都在收超过一百名长者 是新增的新冠感染病人 如果我们一直增加一定要有新的病床来去协助我们接受这些长者 亚伯馆新冠治疗中心正正就是可以符合这个目的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尽量希望减低对于医院的非紧急服务的影响 如果开了亚伯馆 在床位上就可以有多二百张病床 可以让医院的联网 不需要把所有的床用在新冠上 无可避免 始终有更多的病人在医院 也都需要调配人手去亚伯馆 在医院中的非紧急服务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希望市民能够见谅 另外说的是占拖中心 现在我们从社会福利署营运的占拖中心已经有两家 一家在石甲伟公园的占拖中心 另外一家是小西湾体育馆占拖中心 也是同一个原因 看到在社区 两家的接收都是从院设的确诊者 在石甲伟接收的是老人院的确诊者 小西湾就是接收残疾人士院设的确诊者 石甲伟的那个也会接收社区确诊 但是需要人照顾 但是也没有差到要入院的人士进去占拖中心 过去几天其实看到新增确诊 在院设的人数多了 截止昨天晚上9点 其实有130位长者在石甲伟公园的占拖中心 总共他只是有180个位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星期三星期四左右 就会多开一个占拖中心 在天水围医管局的角色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会帮忙找一些私人机构或私家医院 来去帮忙在占拖中心服务提供一个医疗站 我们这次找了港医医院在天水围医院 就是在天水围的那个占拖中心 因为那体育馆就会做一个占拖中心 我们就会提供一个医疗站的服务 哪一类的病人会到这样的占拖中心去呢 如果是缺诊的病人 他是稳定的 没有很多病征 不需要到医院去的话 就会到这个占拖中心 在那里有照顾的团队 也有一流站的医生护士提供服务的 另外的也是刚才提到 在社区里头感染了 他罚人照顾 或者是他需要人照顾 但是情况不是差到要去医院 那么也不需要到这个北大雨山感染控制中心 那么也许也会安排这样的病人到占拖中心 还有一类是医院里头我们转接一些病人到这个占拖中心 为什么呢 有几个可能性 首先在医院接受治疗之后 他的病已经得到治理 就是已经很轻微 甚至没有病征 但是快测还是阳性 或者他是个院设的人士 他的CT值还是高于30 那么我们希望他快测 阴性才把他送回这个院设 因为CT值高于30的话 就必须让他先到这个占拖中心 接受照顾 让这个CT值高于30才到这个院设去 如果是送回家的话 就是快测阴性才可以送回家 有些人他是住在家里头 或者是住在院设的 有些情况是他的照顾可能不到位 比如说整家人已经缺诊了 他们都到这个隔离中心去了 即便他回家也罚人照顾 那么他就到这个占拖中心 暂时照顾 就是让他的家人也可以照顾他 才把他送回家里去 有些是院设就是员工也撤离了 就是没人照顾 这样的院友也会就是在这个占拖中心 一直到这个照顾的问题 得到解决才回去 就是说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病人 他们是可以到这个占拖中心 所以为什么社会福利署将会在天水围 开设第三个占拖中心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最后一道问题 右边的记者 有线电视的 想问一问就是老人院设里头 就是首先是员工感染 然后传给老人家 有没有什么措施去加强这个保护 欧医生说就是应该定期的进行这个核酸的检测 多频密会不会强制他们就是进行这个核酸的检测 好让我们可以保障老人院设里头的院友 还有就是七天之后 就是三天酒店的检疫 第四天走到社区去 好像就是这个感染的数字已经达到30% 比政府的预计就是为多 那么 回港的人士 是不是很多人是在四天的医学监察区 才找到他们是人性的人士 这方面有没有政策的变化 员工方面 他们的工作的性质是这样的 他们是照顾一般非常高危的人士 比如说他们是长期病患 慢性病或者是其他的长者 被照顾的人士一旦出现感染 他们出现重症感染死亡 比其他一般的市民高许多 所以我们十分担忧的 所以老人院设是个重点的场所 他们是重点的人群 打从四月份开始 员工每天上班之前必须进行快测 而且现时我们也有个规定 就是院设的员工每一个星期必须进行一次的核酸 因为快测的敏感度 毕竟够不上这个核酸 那么早期的感染 有些时候快测不一定可以找出来 不一定是阳性的 有些员工的个案是透过强检的核酸才找出来的 但是同一天的快测其实是阴性的 所以如果没有进行核酸的检验的话 他们快测之后便上班 就是为院设带来这个风险 核酸是到社区检测中心进行的 也不是及时知道的 所以无法规定他们每天进行核酸 每天的快测是可以帮忙的 就是避免就是员工的感染个案 传到院设里头 往后传出去 我们希望就是员工就是进行这个核酸的检测 劳工福利局正在跟福利 社会福利署 还有就是安老院设 长期院设方面就是保持个沟通 希望看看有没有空间就是提升这个核酸检测的情况 就是提升它的检测的次数 那么输入个案方面 实施新的措施之后 我们就是只有一个星期的数据 那么每天的数字其实有一点波动的 大概来说我们看见的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跟实施这个措施之前没有多大的差异 今天的数字第四天到第七天在社区检测中心找出来是阳性的 是49例 那么占整体的数个案大概是20%而已 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大概20%或是是多一点点的个案 是第三天之后才发现的 这个也是我们预期之内的这个个案就是到社区去 但是它有一个管控的措施 他们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定 就是不可以进入一些高危的场所 或者是可以在口罩的处所 这个可以减低传播的风险 而且每天进行快测 在第四第六第九天也要进行核酸检测 今天的记者会到此为止 谢谢 谢谢